欢迎大家再回到卓健明家 东华三苑教育系列 上集很高兴我们访问了 谭振国主席和苏右安总监 和我们分享关于东华三苑的教育理念 办校的历史和很多新的发展 这一集我们很高兴请到 东华三苑教育科的主管吴奇轩先生 很多谢吴先生 多谢闻社长 我有很兴趣想知道东华三苑教育科 究竟是一个什么组织 为什么需要一个科来管车 东华三苑核下这么多教育部门 东华三苑在董事局下面 是有一个行政总部 行政总部有分多个不同的行政部门 教育科是专负责为东华三苑董事局 去执行教育事务的一个执行的部门 在这个部门里面当然我们包括了 协助董事局去制定教育政策 和调拔教育的资源 并且协助我们属下的各间学校的发展校董会 和校董会去管理和发展学校 可以这么说 我们协助董事局推荐东华三苑的教育事务 上一集我们和主席和总教都谈过 你们由高等教育中学小学特殊教育 牵涉过面很广 你是否都需要负责这么多教育范畴呢 基本上教育科的工作范畴 主要是所有教育条例以下的教育组织 我们全部都需要负责 直接在教育科的支援和推动发展的学校 包括了我们18间中学 15间小学 18间幼稚园 和目前是3间的特殊学校 这也是我们需要支援和协助他们发展的学校 这一集我知道你想和我们谈谈 关于东华三苑教育的全人发展 我知道东华三苑在这方面花了很多心思 你可不可以讲讲东华三苑推崇全人教育 那个教育理念是想达到什么目的呢 好的 文小长 我们一直以来就以有价无虑作用英才 作为我们的教育的宗旨 在推动教育活动的时候 我们相信人是最重要的 在思考到社会不断的变化 未来的我们的新一代 究竟怎么面对未来的社会 最重要的质素 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呢 必然就是他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条件 所以我们在推动一个德智体育美 五欲的均衡教育的过程里面 我们很重视就是掃了一个整传的人格 而且是透过他们的经历经验 他们要探索认识自我 认识的世界 建立他们的良好的价值观念 在过去来说 我们的教育里面 做这个Live Food学习 做这个学会学习 甚至乎做这个中生学习 其实都是 这二十几年来香港都做得很好 但是最近就提出了要做好价值教育 和做好德育 这个正正就是我们觉得 知识 这个技能 和态度 三种东西 不能忽视 而其中 态度或者价值观 反而是对一个人的成长 是终身受用的 知识都可以过时 但是价值观念 就会影响到一世 如何处理的事情 所以我们很重视 整个人格的发展 这个就是我们推动全人教育的一个基本的想法 这个很难得 我都知道很多学校其实都提倡全人教育 那东华三院提出这个全人教育 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 是和其他办法团体不同的呢 我们很重视的就是一个以学生为中心 就是或者以学习者为中心 去提供一些经历给他们 而且是一些有意义的经历 因为人基本上是从他的生活经历那里成长的 如果他们在生活经历里面 慢慢是会在 透过他接触外界的世界 外界的事物 回到头认识他自己 认识他世界是怎么样 透过探索 思考 或者甚至乎他是参与 他可以印证到他自己书本上的知识 而且有很多事情 透过这些这样的参与和体验 他更加可以验证生活里面的价值 或者做人处世的一些原则 所谓安身立命之本 书本正正就是他一个人的世界观是怎样 他的人生观是怎样 他的社会观是怎样 但这些纯粹是书本的传授 其实它是很难 成为了他内化内心的价值 所以我们是很重视提供一些 有意义的经验给学生 透过经历去学习 听了吴主管说了 东华三院全人教育的理念 我想了解一下有些什么具体的例子 来讲一下学生怎样去寻找自己 去发现自己 这个整个在我们教育的草丝 刚才说过 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经历给学生 由幼稚园开始 建立他们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已经是很重要 但当然你不是靠说教 我们也是透过这个绘本的教育 绘本的故事 然后引申出来游戏 互动 探索等等 让他认识家庭之间的关系 和同学生的关系 和他个人的责任 养成他竟私爱幼 爱护公物 盡责 诚实有利 这些基本的质素 相信这个在有转阶段 是一个初步的成立 到小学 中学 我们会带他在课堂以外 补充他的课堂知识 去扩阔他的视野 小学我们有带过他们去日本踢球 带过他们去越南踢球 我们那个计划就叫做有品足球大肆计划 换句话说他除了踢球之外 其实透过足球去学品格 学团队的精神 学个人的坚毅 我们那个是一个得育的措施 除此之外 在中学生方面 我们也带他去很多不同的地方 去体验 去认入他们课伴的知识 我们有不同的中学生的大使计划 包括文物保护大使计划 学生的东华三面的学生大使计划 都带过他去过很多不同的地方 举个例子 学生大使我们带过他16年9年分别都带过他去伦敦 其实我们先后去过洛杉矶 三藩市伦敦温哥华这些 是比较多华人聚居的地方 也都是比较有力 有华人 就是华埠历史比较长的地方 让他知道海外华人 那个社会是怎么形成的 我们也带学生去过孙中山先生的蒙冷室 大使馆的朋友也都相当好 当时公事专专门走出来 就跟学生介绍他们在英国的工作 大使的工作是怎样 我们也探访过不同的华人的组织 这些经历让学生知道 原来香港作为一个华人社会 原来过去跟香港的华人社会 尤其是跟东华三院的关系很密切 就是透过这些这样的情况 他们不单止是增加了 他们自己对自己的华人社会 基本价值的认识 同时也扩大了 他们看到原来华人在海外世界 究竟的网络和影响是怎样的 这些都是让学生对自己的所谓身份的认同 是作为一个华人的身份的认同 对自己未来面对的世界 究竟他可以有什么选择 可以做到什么事 作为一个华人 对自己的社会 对这个世界可以有什么贡献 这个是可以有比较多丰富的启发 我觉得很记得我读达的时候 有一次参加过北美的交流团 去到三文市 又正如刚才你所讲 去到看到台山同乡会 上去看 其实很有历史 那你就会想起 原来自己香港和海外的联系 原来这么深 我觉得东华三文在这方面 那个网络真的非常好 对学生的帮助 体验 眼界 其实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那我又很想知道 你们怎样帮学生进一步成长 而他们在成长过程中 如果遇到什么困难 你们有什么可以实际帮助他们 协助学生成长就有几个方面 一个方面就是 当然我们刚才说过 不断地给他机会 但是在实际上除了给他机会 我们还有很多需要辅助他 举个例子 对于一些体艺的同学 我们设立一个体艺精英支援计划 有些同学他在体育艺术表现得不错 但是他没有累费去参加海外的比赛 我们在这方面都资助他们 另外一些情况就是 我们也有一个叫做学生全方位学习基金 去帮助一些在体艺以外的范畴的学生 比如例子过去有些学生 在海外参加一些机械人比赛 参加一些不同的技能比赛 其实都是缺费累费的 我们在这方面就尽量帮助他们 资源上去补助他们 另外就是我们都建立一个 叫做心理服务中心 有一个跨专业的团队 有临床心理学家 教育心理学家 社工 职业治疗师 游戏治疗师 等等 一个跨专业 去帮助不同需要的学生 去解决他们的困难 我们希望透过综合性的支援 去帮助学生 当然同时教师的培训 家长的支援 我们都相当于重视 希望集合了教师的力量 家长的力量 一起帮助学生成长 家长就很现实的 前人教育 最后就看你能否进到大学 我很想了解一下东华三年 在帮学生成长 争取升学的机会 是否也有很多的支援呢 升读大学一方面 就是学科知识 这一方面 我们想靠我们自己 学校的老师 也都有我们有不同的平台 帮助我们的老师 提高教学的质素 但是与此同时机会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尤其是一些同学 他们没有想过自己可以 例如海外升学那样 我们近年开拓了很多不同的帐学金 比如一个文武庙 作育英才海外升学帐学金 这个总学金其实是可以帮助同学有志的 去到世界顶尖的大学那里读书 去继续他们海外深造 这些学生基本上 有些家里是很清贫的 一家七口住一个 住一个小小的廉租单位 那些学生是没有想过 他自己有这个机会 但是我们觉得 给机会的学生发展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除了海外升学之外 当然本地的升学 我们都是有很多的掌握感 去支援的学生 还有去鼓励他们 就是向自己的志向 抱负的发展 甚至乎鼓励他们用自己的兴趣 在不同的行业上发展 譬如我们的掌握感除了升读大学之外 也设计一些 譬如某些行业 鼓励他们的发展 有兴趣发展 我们有一个专门掌握感 是让有志在这方面的同学 是够胆选他们自己要读的 至于另一方面 就是内地的升学 对学生来说 也提供了很多不同的选择 因为始终内地的大学种类很多 学生可以读到一些 在香港未必能够读到的东西 内地升学我们也提供资讯 提供支援 也提供网络上的联系 我们现在和北京的清华大学 上海的华东司法大学 上海的交通大学 其实往来都很密切 他们都会来 在疫情之前 他们都会来香港 特别向我们学生介绍 他们的国家实验室 在做什么 这些是可以扩阔学生的视野 也让他们知道 他们有很多选择 这几年我们和北京清华大学都有一个合作计划 他们提供了20个推荐的名额 这几年我们每年都有学生进到清华大学 而且就在不同的学系 法律 这个土木工程 等等各方面都读得挺好 我相信开拓学生的出路 这个是 就是在教育上来说 既是回答了家长的需要 其实也是给到学生一个人生的目标 这个也是我们全人教育的一个宗旨 好了 最后我想问一问 这个全人教育的过程里面 你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如何克服呢 我们应该这么说 挑战有很多 但是我们究竟要问 我们自己扮演了什么角色 第一件事情就是 学生在他的活动 以及在他的课堂学习之间 他要取写时间 我们的角色就是 要讲清楚那个教育的宗旨 始终正如我刚才所说 人的成长是经历终成长 又不是在课本里面成长 课本知识让他考好试 但是他如何做好人生的成就 都是靠他的性格 以及他的价值观念 所以我们觉得 第一件事我们在宗旨上面 是标明这件事情 但是随此之外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老师 老师其实都愿意 给学生多些机会发展 但是老师究竟 认不认同的方法呢 以至到老师有没有这个网络去做呢 那我们在这方面要帮助老师 第三方面呢 我觉得我们的董事局相当好 给了一个好的网络 因为我们无论在海外 去到任何地方都好 我们都能够有机会给学生去到 一般去不到的地方 举个例子 刚才我说到伦敦 不单止去大使馆 那我们去伦敦的中国银行分行 那大家知道中国银行 伦敦分行是中国第一家在海外银行的分行 我记得2019年去中国银行的时候 刚刚是他们在伦敦90周年 他们行长方健民行长都专专出来见我们的学生 告诉他们听 他们究竟中国银行在伦敦 还有在海外的中国银行上面 发展了一些什么的角色 那这些这样的历史 就不是纯粹在书馆看回来 跟他亲自亲身的接触去体验 是完全不同的 那我们董事局是给到这个网络出来的 而且董事局每一次我们大学生出去 都有很多董事局成员 是愿意陪同一起去的 很难得 是的 就是小银行我们做教育 就要学会怎样跟小银行相处 小银行的成长就要学会怎样跟大人相处 所以能够有董事局成员同行 跟小银行一起吃饭一起聊天 一起去分享刚才见过那些人 见过那些事情是什么一回事 我觉得这个帮助小银行成熟 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当然最后也是一些资源上的配合 董事局都毫不论识 在这些学生的发展的范畴里面 大力支持学生 我记得上一集主席也提过 他也有参与这些活动 是的 那些小学生看到这个大哥哥 原来是主席来的 他也觉得很惊讶 我觉得很难得 东华三院在上下一心 推动这个全人教育的确是做了很多工作 今天很多谢吴主管 跟我们分享全人教育的理念 多谢你的访问 具体的工作 那我们下面还有三集 会再访问一些老师和同学 跟我们再分享一下 他们的实际在前线 怎样去做全人教育 学生作为接受的一部分 他们有什么体会 记得继续收听我们 东华三院这个教育系列 另外的三集 多谢大家 多谢大家